这些小女孩的纯真 调皮和青春萌动 明明心中焦急地等待着男生邀请自己参加生日晚会 却又故意装得漠不关心 这样的小心思让很多成年人灰心一笑 终于要参加晚会了 却为自己该穿什么而苦恼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 维卡试穿各种服装造型的场面 把小女孩的可爱 调皮和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认为是上次买了 我认为为你能给你带我的组色 你知不知道 我认为你喜欢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同学的生日晚会上 维卡认识了英俊的高年级男孩马修 两人开始了纯真的初恋 影片用轻快的手法 讲述了青春的美好与烦恼 初恋的美好 误会产生的争吵 为了喜欢的男孩生起伤心 还有与父母的隔阂 以及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小苏菲把自己的早述和敏感 都表现在初吻中 那种青春期的压抑 带着些许多未来渴望的眼神 少女羞涩的微笑 尤其是那一个青涩朦胧的初吻 让观众沉醉不已 小苏菲略显稚嫩的演技 反而为这部电影 增添了青春青涩的气息 初吻上映后 风靡欧洲各地 苏菲妈所那惹人爱怜的形象